昨天晚上马总统贤康丽跟驻华使节等各国的访兵一同参加了少年拍奇幻漂流的特应会 特别的是这回还特别安排罹患肌肉萎缩症的国小生来一起体验 总统鼓励学童虽然遭遇人生的困境可是还要乐观的面对 至于马总统被问到姐姐马以南是不是传出跟太极双心案是她是居中的牵线人 不过总统并没有任何的回应快步走人 总统封上台这回不止签的夫人向电影院还向着无大使力推这部李安剧作 开眼前导演亲自越上一幕表达感谢 电影还没开始总统已经迫不及待戴上3D眼镜 周美清热络的和身旁小朋友聊天 他是灵患喊病的谷家红 想看少年拍想了好久 无奈电影院已经下片 这回总统和夫人亲子做陪还准备了满满的爆米花 让小朋友看电影不无聊 他跟这个少年拍一样都遇到人生非常大的挑战 他一样的有勇气有毅力乐观的看他的未来 难得腾出时间总统看片看得毫无感动 眼眶几度泛泪 至此还不忘力推台湾之光 75%的画面都是在台湾拍摄的 就我们所了解 也开始有很多世界电影界的人 对于在台湾拍电影感到兴趣 总统马大姐有帮太极双现在牵线吗 总统小姐姐姐清白吗 被问到敏感话题 总统低头微笑快步走人 因为今天是轻松看电影 敏感政治话题 绝口不提 TVPN新闻的严志许丽玲台北报道